在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上 处立着这样一座别具一格的青灰色建筑 这里就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 也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职 18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 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 南宋著名学者张氏创办的 长沙城南书院 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张氏齐昌盖于成就人才 以传道而祭司名言 这个就是张氏的交相 当时张氏和朱熙 昌岛自有蒋穴之风 此后开放兼容 知性合一的心事 积奖为城南书院的教化初心 朝代更迭 书院虽几经兴沸 但始终秉承 成就人才传道记名的教育宗旨 和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的唯学之道 成为湖湘文化重要发祥地 和湖湘人才培养的摇篮 1903年 书院更名为湖南师范馆 开启湖南现代师范教育先河 学校因而享有千年学府 百年师范的美誉 时光留给这所学校的 不只是古老 校园中若干出纪念点 连同相应历史故事 勾连起百余年前的澎湃岁月 师范教育早期 学校汇聚了徐特丽 杨昌记等名师大家 一大批革命先辈 曾在此求学明智探寻真理 毛泽东 何淑恒 蔡和森 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师范教育始终是 医师的办学之本 立校之机 那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那这些年呢 第一师范也是致力于 优秀教师的培养 为国家的基础教育 输送了一大批的优秀师资 进入21世纪 学校实现了 由中师到专科 再到本科的跨越 长期以来 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 扎根教育一线 接力担当起 从教育救国 教育报国 到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 学校一直在从事 大师政与大先生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 我们也开设了 大师政科的实践教学 一直以来 我们把这个 校园的小课堂 与社会大课堂 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 既读有志之书 也读无志之书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 是学校的光荣 一个民族 源源不断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 我从小的时候 就是想要成为一名老师 我也希望在毕业后 能将我在第一师范 学到的知识 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近年来 学校形成了 以教师教育为特色 以电子信息等 相关学科为支撑 多学科交叉融合 教 文 理工 精管 法医 等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如今 这里依旧文脉相传 走在校园内 耳畔仿佛还能传来 城南书院的 咸诵之声 夏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处处充满勃勃生气 新时代 新师范 新使命 人们在这里重温历史 以信仰之光 照亮前行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